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的一家赌场 星期四发生重火袭击事件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人 新莱昂州州长梅迪娜对墨西哥电视集团说 53人在皇家赌场袭击事件中死亡 蒙特雷是新莱昂州首府 目击者说几名枪手冲进赌场 把汽油浇在赌场建筑上 然后点火焚烧 在赌场的卫生间里 发现了很多遇难者 他们逃进卫生间躲避枪手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 在推特上发表信息 谴责这次袭击是可恶野蛮的恐怖行为 是可恶野蛮的恐怖行为 是可恶野蛮的恐怖行为 是可恶野蛮的恐怖行为